其实这已经不是有着270年历史的 大英博物馆第一次传出失窃丑闻 多年来大英博物馆一直负面消息不断 包括安保漏洞摆出 缺乏完整的文物名册等等 据英国卫报报道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 大英博物馆就发生过多次 古代硬币和徽章被盗的事件 进入21世纪后 尽管博物馆多次审查安保措施 安全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盗窃案件频频发生 2002年一尊有2500年历史的 古希腊雕像被盗 2004年十余件中国铜镜盔甲和宝石被盗 2011年一枚价值75万英镑的钻石戒指丢失 但直到2017年才被披露 一名博物馆前员工表示 大英博物馆安保极其糟糕 多年来让盗贼偷奏贵重物品 据报道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800万件藏品 日常展出的文物约有8万件 其余大部分的藏品都被存放值不同的地点 但由于博物馆未能对其藏品进行全部编墓 许多文物甚至没有建档 加上年代久远 导致文物清电工作难以推进 让盗贼有可乘之机 也正因为文物没有编墓 博物馆很难及时发现藏品失窃 此外 英国媒体还报道称 大英博物馆的失窃文物可能已经在网上公开销赃多年 早在2016年 eBay网站上就出现了一枚大英博物馆公开收录在册的罗马珠宝 但直到2020年 一位外国古物专家发现并调查了此事 之后向博物馆举报 不过由于博物馆一直没有做出有力回应 小偷们日渐猖狂 甚至将编号完整的藏品放到网站上出售 据纽约时报报道 关注追回被盗艺术品工作的律师表示 博物馆失窃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问题 而且经常涉及工作人员 但这种事发生在大英博物馆 是极其尴尬和令人震惊的 感谢观看